张渊35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信息学院 信息系统管理 各位企业姐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张渊 今年35周岁 本个学历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十年多的工作经历 今天我来到分离莫守 是想求一份学道管理 还有那个销售总监 以及各位企业家 觉得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欢迎您 张先生 我看你这个衣服挺有特点的 领子那个扣 扣有点 是不规则排列 我想请教一下一鸣 看看我们这位求职者张渊 他这几个扣 能给我讲讲 现在是流行这种吗 12345密着五扣 你还在空寄一个 来 我给你寄上 拿上 我给你寄上 扣着 那衣服扣中的扣子 就麻烦死了 男生给男生扣扣子 这种真的是还挺 很温馨 看着 我觉得它也挺科学的 下边要丢个扣子 是不是随时上面挪下了一个 而且这种衣服吧 还不太适合那种脖子短的 对 也不好看 你这个话说的 真是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当着余林的面 说脖子短呢 不就是人家余林的衬衣领 高了一点吗 这件衣服适合余林 我觉得余林吧 平时穿太老气了 你看美外脸色都一致的 但我觉得设计师这个衣服 五个扣吧 放到他外面再加 搭个这个他的西服 我觉得还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更新了 我是这样 过时了 我是第一个不认同 我是为什么穿的老气呢 因为我是在座企业家最年轻的 我98年的 没看出来呀 对 然后 但是我特别认同 你98你是哪个98 1898 他这个衣服不光是 这个扣子有设计 其实他的领底 就是力领的这个领底 然后包括门巾的里边的 颜色的变化 都是有很多设计的 就是我就在等着 他是不是一个 他府内锦绣的男人 看他这个衣服的选择 的确是有点小想法 小细 你怎么来评价你自己 善于交际 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 从11年 开始工作到现在 我所做的工作 都会经常就是 应酬比较多嘛 然后和外面的 合作的客户都比较多 所以会在这个公关 和交际方面就比较多 那你在交际方面 有什么技巧 其实做销售也好 销售管理也好 其实靠人就是一个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 是和每个不同的性格的人 都很合得来的 就是说别人 就是看不惯的 其实在我眼前 我和他交往 也可以交往 好 那你来点评一下 于林的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 我觉得于老板的 这个这身衣服 比较 比较 普受一般 就是职场上的 一种常见的一种搭配 你不要说一般 你要 我教你一个词啊 就是他这身衣服 比较真诚 真诚 他这种衣服 有种老板的气质 不会 但这明明不是老板气质 他这个造型是典型的 乙方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气质 就是从上到下 要体现出职业靠谱 然后呢 没有攻击性 我来说一下啊 我感觉小叶说的特别好 就是因为我经常会去一些地方嘛 可能有一些领导什么 所以我要不凸显自己 所以就穿成这样 你呀 不必凸显自己 但你这一身去了 你会让领导很开心 终于看到一个穿得比自己还老系的了 你帮领导把那个老的那一部分给担了 让领导觉得很年轻 所以刚才张员说的这个老板气质 是不是 把这两个字应该中间有空格 又老又板 老板气质 接下来我要问您的问题 就和您的职场经历有关系了 好的 你是10年毕业的 但你这个学校填的 你刚才说10年毕业 可你学校填的是13到15年 这样子的 我那13到15年 这个是自考本科 在工作中自考的本科 我10年是大专毕业 你这个13到15 你这个要讲一下 因为我是10年毕业 毕业之后找工作 对 因为那时候我太太是 她是通过校招在深圳银行的一个总部上班 后来为了她 我到深圳就是跟她一起去找工作 我呢因为我的权力比较低 也没去念 大专民确实在深圳这个城市工作不太好找 黄地产然后销售 信用卡销售 就是一年到头没稳定下来 就干了好几份 对 后来我就来到广州 去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面试了一个国企 当时说了也巧 可能是刚好 那是我的那个领导 可能是有点就是老乡的一种那种关系吧 对吧 就是可能一个地方 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给我机会 对吧 当时很开心的 我说终于到了国企就上班 我做了半年我才知道 其实我签的活动是和外派公司签的 就不熟悉那种真实编制 后来我很珍惜这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文击也不够 要想在这个企业有更好的发展 首先文击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我基于我目前的这个大量文击 我自己在一三年到一五年 我报了那个本科嘛 后来一五年终于拿到了这个本科的文击 然后我到2015年就通过自己努力 正式成为了国企的那个正式员工 哦 你转编了 转编了 路编了 对 挺好的 挺厉害的啊